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今天是加东时间2023年10月16号星期一 我们今天回头来聊聊中国发生的事情 在许家印被抓 恒大这个雷被点爆之后 中国房地产界的另外一位带头大哥 碧桂园也出事了 终于发生了实质上的违约 我们之前的节目曾经谈到过 今年8月份 碧桂园已经发生了两笔美元债的利息 没有能够到期支付这个事情 引起了社会上很大反响 但是在那之后 大约一个月的宽限期内 碧桂园是补上了这笔钱 所以那一回呢 他算是在悬崖边上溜达了一圈 没有掉下去 没有发生实质的违约 只算危机了一把 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这件事情能出来 它就显示出碧桂园的现金流 已经出现了很大问题了 已经支应不过来了 那么违约也就不远了 果然在10月10号 碧桂园就突然发布公告说 他有一笔价值4.7亿港元的债务 没有办法到期支付 终究还是在今年之内 发生了实质上的违约 那有的文章说 碧桂园的爆雷 会比恒大大四倍 那这个说法 它只是从一个单一的角度来分析 就是碧桂园的在建楼盘的数量 是恒大的四倍 恒大还有800个在建的楼盘 碧桂园呢 大约是3000多个 当然说大四倍或者大几倍 这只是一个比喻 这个新雷它的爆炸威力 会不会真的有恒大的四倍大呢 它是取决于很多因素的 在建项目就这一项来讲 碧桂园比恒大多四倍 其实也并不等于等待 交房的业主的数量 碧桂园就是恒大的四倍 既可能多也可能少 恒大现在大约有100万户业主等待着交房 而在一个网易的公众号上 我看到碧桂园等待交房的业主 仅在今年就有70余万 也就是说 关乎社会稳定最关键的这一项 保交楼这个事情上 碧桂园面对的压力 确实是恒大的几倍大 而具体有多少碧桂园的业主等待着交房 这个数字估计只有碧桂园公司内部才掌握 再接下来说 万一这个房子真的烂尾了 长期不能交付之后 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 也得具体看 这个房子的实际价格是多少 通常来讲呢 它的价格越高 那么业主的贷款额度就越大 那当然还贷的压力也就越大嘛 不能够搬进去的业主就要持续交两份钱 一份是买了那个烂尾楼给银行交的月供 另外一份就是自己当下的居住成本 这个贷款额度越大呢 当然面对困难的时候可持续力越难持久 所以就在保交楼这个事情上 恒大和碧桂园各自烂尾之后 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冲击 要等几个月到一年我们才能够看得出来 要等到这些烂尾楼的业主们各个山穷水尽 看不到出路的时候 那个时候社会最底部的这个窟窿有多大 我们才能看得出来 除了看上面说的这个保交楼最关键的一项之外 我们接下来还要看它的债务总量和债务结构 2022年底恒大的债务总额是大约2.4万亿元 而碧桂园是1.4万亿元 两者相差了1万亿元左右 那看起来碧桂园的负债比恒大要少很多 除了总额之外 我们还要看这个有息债务的余额和短期有息债务的余额 这两项 因为这两项是对企业现金流构成最大压力的 2022年底恒大的有息债务余额是6000亿元出头 占到它债务总量的大约1.4 而短期债又占了有息债务的大约1.4 短期债就是指一个经营周期内就要归还的债务 通常时间不超过一年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了恒大这债务总额1.6的短期有息债务 它意味着恒大在借到这部分钱的第一天起就要火烧屁股 想着怎么还钱 这1.16你算下来是1500亿元 也就意味着它在这一年之内要筹够1500亿元才足够还这一种债呢 可是你看2022年恒大的销售回款才多少呢 才357亿元 就连还短期到期债务都还不够 还要保交楼还要还别的债 你说它怎么能够玩的赚呢 那不是瞎扯蛋吗 所以你压根就不用读那几十页的财务报表 就拿几个数字靠脚趾头都能够想得出来 恒大是绝无生路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碧桂园的债务结构确实是要比恒大健康一些 碧桂园的有息债务余额在2022年底才2713亿元 比恒大的那6100亿元要少了一半多 截止到今年上半年 碧桂园的短期有息债的余额 才500多亿元 比恒大那1500多亿元又少得多 那这样看来 不管是债务总额还是债务的结构 碧桂园都比恒大要健康 碧桂园2022年声称销售回款达到了3300多亿元 比起恒大抢导众人推那个采样 2022年回款才357亿元 又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而且还有了2021年恒大的暴雷在先 这个教训 碧桂园在这两年时间内 为了加速现金回笼和减少债务 又做了很多努力 那么按理来说 碧桂园不应该有大的问题是吧 可是问题恰好就出在这 在我们真实的世界 往往事情之间的联系不是线性的 不是你今天画一条延长线 然后通过函数怎么一算 就知道两年以后的情况往往不那么简单 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 中国是经历了全国性的疫情停摆 碧桂园也是深受打击 由于房子没法卖了嘛 没有人去售楼处看房了 它这两年的现金也是净流出 就是它花出去的钱是多余入账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债务余额当中 有一部分是从前两年延续到今年的 都对今年还债构成了巨大压力 那前两年又没有正的现金流 没有结余请问怎么去还呢 那就只有靠再融资又去借钱 或者有变现能力强的资产赶紧出手卖劳 才能够有钱还债 实际上对当下来讲这两招不仅对碧桂园不实用 其实对任何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企业来讲 都是不可行的 你说变卖那些变现能力强的资产 你要把它挂出来很快就能卖掉的这种资产 也就意味着它的价值高 它是能够给公司创造收入的 是生金蛋的额 如果你现在就把它卖掉的话 以后就更加没有途径创造收入了 对于大公司来讲 你出售这样的资产 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你山穷水晋了 那立刻你的股价就会大跌 债主们就更加会堵门要债了 也不给你的债务延期了 资本市场从来都是杀跌的 你越显示出无路可走 那你就会真的无路可走 恒大过去这两年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所以说撑着不砸锅卖铁 咱们再去借新债还旧债挺过这两年吧 又有恒大爆雷的溢出效应发生 就是说债主们对于给房企贷款这个事儿 全都避之唯恐不及了 你就别提这事儿了 那请问碧桂园自己能不能去发债呢 今年前五个月 碧桂园才发行出两笔票据 总额是17亿元 比起它总的债务规模来讲也是杯水车薪 所以从碧桂园的现金流状况来判断 今年后几个月它发生债务违约 那基本上是躲不掉的 现在碧桂园是处于恒大两年前刚刚爆雷那个状况 截止到今年六月底 碧桂园的净负债率是50.1% 你单看这个数字呢似乎还算可以 从概念上来讲呢得这个比率达到了100% 这个公司才算是资不抵债 但是大多数公司其实并不是亡于净负债率太高 而是死于现金流的 就是不怕你欠债 怕的就是你的现金不够充裕 没有办法偿还到期的债务你就破产了 如果碧桂园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早一天破产更好 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会更小 你看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碧桂园就破产的话 它的净资产比负债大约还多出去一倍 所以它现在破产清偿 它的大部分债主和供货商都还能够得到补偿 如果像恒大那样再赖着拖两年 2021年和2022年 它又巨亏了8000多亿元 到今年那真的是什么黄花菜都凉了 恒大的债主 供货商 恒大自己的员工 还有投资人 还有没有拿到房的业主 到今年那个个真的都是欲哭无泪了 这两年亏8000多亿元什么概念啊 有人算了一笔账 相当于每小时亏了5000万元 如果每年亏2亿多元的话 得从商朝亏到现在才能亏到8000多亿元啊 所以恒大这个雷捂了两年时间 造成这么个烂摊子 碧桂园呢 如果你捂着这个雷的话 可能后果会同样严重 因此我们还是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 碧桂园的财务状况看起来是比恒大要好 它比恒大更严重的问题 主要是集中在在建楼盘这个问题上啊 它是恒大的4倍 碧桂园发生猝死这种情况呢 是不容易发生的 但是当这一天如果真的到来的时候 它爆雷的杀伤力 会不会是恒大的4倍大呢 如果这么想的话 我认为又错了 我猜测的答案是 很可能是恒大的14倍或者40倍不止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并不是因为碧桂园这个炸弹的威力更大 而是整个社会更加脆弱了 这个关系就像发生地震造成毁伤后果的呀 它并不直接是地震的强度 而是它的烈度 这个影响地震烈度的地表因素很多 比如房子的抗震性 同样是2008年汶川的那次超强地震 政府办公楼就没有受到结构性的破坏 而汶川的校舍就一阵全成了一堆渣了 如果每一座学校都像政府办公楼那样坚固的话 那么遇难的人数很可能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十分之一 有可能还会更少 又如同一块石头落下来 它从一英寸高度落下来造成的冲击力 和同一块石头从一米高处落下来造成的冲击力 那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它也和同一块石头敲成石块 从一米的地方扔下来造成的那个冲击力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真实的世界呢 它远比财务分析师报表里面看到的要复杂的多 越是那种稀有的事件 就是统计上讲的小概率事件或者黑天鹅事件 它造成的结果呀 就越有统计上的离散性 意思就是说它不连续 什么意思呢 又打个比方吧 你被食物给噎住了 从第一分钟到第四分钟 每过去一分钟 你的脑细胞就会因为缺氧死亡的数量增加一倍 可是你以为到了第五分钟 脑细胞死亡的数量会比第四分钟再增加一倍吗 不会的 它会增加十倍或者二十倍 你在这一分钟内如果不排除危险你就挂掉了 前四分钟你看死亡的脑细胞数量是呈连续性增长的 从第五分钟开始它就不连续了 它就开始大幅度跳跃了 跳多大就没人知道了 还有大家经常说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句谚语 当然不可能一根稻草就压死一头骆驼 但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机 比如说这个骆驼已经渴得要死了 或者背上的担子已经中到了它无法承担了 再加上一根稻草就真能把它压死 因为这一个时刻它产生了一个不连续的后果 所以从碧桂园的财务报表分析 去估计它爆雷的杀伤力就会带来很大的误导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它爆雷在一个特殊的时机 会产生一个难以预料的后果 当然这个难以预料是往糟糕的方向难以预料 你就放开想象力吧 不是往好的方向 那么为了不发生这种压死骆驼的结果 是不是捂着它不让它爆雷更好呢 是很可能最后骆驼没有被压死 但是骆驼的主人就该死翘翘了 死骆驼是很不幸的 但是这世界上有许多比死了骆驼 要更加不幸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预计未来具体会发生什么 你说碧桂园也破产之后 把后果ABCD现在一件件都罗列出来 那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 但是总体趋势我们是相当确信的 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就在于 不该干预的时候吧 你一通胡操作瞎干预 但是真到了需要采取行动 做出抉择的时候呢 又瞻前顾后没有行动力 咱们谈古论今也延伸一下这个话题 自打有了GDP这个概念 来衡量社会进步以来 就勿尽天下苍生 有些人就为了追求那个GDP 就完全不计许许多多的负效果 其实从工业革命以来 英国1760年代以来 工业革命的头50年 英国GDP的平均年增长只有1% 但就是这50年1%的增长 让英国在拿破仑战争当中 击败了几乎支配了整个欧洲的拿破仑 成为了欧洲秩序的仲裁者 如果把这个时间拉到100年来看 英国工业革命后头100年的GDP年均增长不超过2% 但是这2%就足以让联合王国升级成为大英帝国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二世 从印度莫沃尔王朝手中接过了皇冠 1876年加冕成为印度女皇 从而就有国王升级成了皇上 有王国升级到了帝国 这100年的GDP增长对英国来讲虽然迟缓 但是它非常的坚实没有泡沫 每一分都转化为国家的力量和国民的力量 这100年社会总体负债非常少 金融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很低 企业多是从自己的经营利润当中拿钱 用于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 而较少通过举债来扩大规模 这100多年因此也比较少出现那种大规模的 特别是毁灭性的经济危机 对社会有毁灭作用的经济危机 通常是由于银行危机来引发的 这是最近这100多年的经验 就是社会上总有那些想快速致富的人 认为有机会在眼前不容错过 就总想着用最少的钱撬动一个最大的杠杆 撬动一笔最大的资金 就找上了银行 银行这边有钱它吸引了大量的储蓄 它有支付利息的压力 它也得想着办法把钱给带出去 所以银行也是有意无意的迎合这种快速致富的冲动 当这种过度负债 人人都把杠杆拉到最满 在若干产业里面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后 一旦市场有波动萧条一发生 就会波及到银行 银行带出去的钱就有大笔成为烂账 那银行一倒闭就会波及到企业和家庭 造成踩踏性的效果 所以这个社会你看它就是从贪婪到恐慌到哀嚎 然后再到好了伤疤忘了疼又重新贪婪 最近这100多年就是不断的这么在循环着 中共这几十年也是非常执迷于GDP 也就依赖于投资拉动GDP数字 那执行这项政策的当然就是国有银行 就不可避免的造成集中效应 那一两个所谓支柱行业一垮 整个社会就毁了 它为什么一定会造成这种集中效应呢 如果你是银行你想一想 你给小企业放贷 平均每家企业贷款100万元 你得有100家这样的贷款客户 你才能够完成1亿元的放贷目标是吧 可是给大企业或者是房地产企业贷款 一家公司就能够完成几亿元 十亿元的贷款额度 而你管理一个大客户的难度 那个麻烦程度 比管理100个小客户肯定是要少得多吧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银行总是喜欢大项目 又总是特别喜欢房地产的原因 因为它的资金量大嘛 大家发现没有啊 恒大的大笔资金居然是来自于小银行的 从2020年到2021年 恒大从盛京银行这一家城市银行取得的贷款 就有300多亿元 这一笔贷款成为烂账 就足以拖垮这一家城市小银行 那就又奇怪了 按理说按照这个目标市场区分的原则 小银行你怎么能竞争过大银行呢 抢得过大客户呢 按理说你应该专注于做这些社区服务业务对吧 应该专注于国有大银行触及不到的 这些中小企业中小客户嘛 结果你看中国的小银行反而去和大银行抢项目 这是为什么啦 那是因为在中国存在着 收益和风险倒挂的奇妙现象 就是按理说收益大的项目 风险也应该大 那这些贷款项目呢 按理说就应该由资本力量雄厚的大银行来做 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强 这个 而且风险管理的机制也比较健全 按理说应该是这样啊 但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 就是收益越大的项目啊 它越能够得到权力的加持 掌权的人们和他们的白手套们 要从这些生意当中分润嘛 所以就有权力的加持 使得这些项目的收益实现是高度确定的 所以它的风险反而就小 反而是民营企业得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上去竞争 做的生意呢规模小 反而风险大 那城市小银行们如果去做规模小 收益小 风险又大的小生意 岂不是更加没有活路了吗 为了生存 所以他们就不能去关注社区小生意 得挖空心思去和大银行抢单 以为就棒上了恒大这棵大树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小银行为了吸引储户 往往要开出比大银行更高的利率 所以他们也需要更高的收益 由于这个城市银行的资本规模小 像恒大以及过去的安邦保险 他自己拿出一部分钱 就能够在小银行当中占据显著的股份 就能够在这个银行的董事会上说得上话 就能够决定银行的经营方向 然后呢 他们再拿着吸引来的储户的钱给自己贷款 就相当于养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这个空子他们怎么能不钻呢 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企业一旦爆雷 就会伤到城市小银行的原因 小银行的储户们也就懵懵懂懂的成为了韭菜 那恒大危机碧桂园危机 乃至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中国金融危机 这些事情除了让我们反思中国的种种石壁之外 也让我们对于如何追逐财富这个事情 应该有更加深刻的教训 那些玩杠杆的把债务表二话不说就拉满的 最终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对社会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讲都是这样的结果 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明天我需要准备咱们另外一个频道 文昭思绪飞扬商的内容 在文昭谈古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呢 咱们就是星期三再见了